民进党党公子来到了罗东正安宫 向妈祖娘娘来上香祈福 并宣示端正选丰的决心 罗东正任何里长补选将在29号来进行投开票 民进党党公子进行反会选正选丰的宣导 并上街来发放说明选霸法规定的传单 呼吁选民千万不要当装脚来为人买票卖票 不要收受贿赂以免出法 以选出优质的人来为人和礼服务 相信所有人和你的乡亲对于这次的保算 一定有一个基本的食材和人食 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想好好来收口 对于我们要算出来的认算 他对未来我们人和礼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跟什么样的环境 一定要去看他们的政见 跟未来我们人和礼服务 一定不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受到核酸人的买票欧生的影响 来算出到一个不对的认算 这样未来我们人和礼服务的发展就会有阻碍了 一定要有一个干净的选举 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 才可以选到一个人 我们真的会带来做事情的理想 在这里我们也要来返会选 我们的检举会选是我们的国民应尽的一个责任 在这里要拜托我们大家共同来返会选 来抓会选 根据选霸法规定对投票权的人来会选 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得并科罚金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 而一般的民众收受贿赂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三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民进党呼吁民众勇于来检举 不仅可获取五十万元的检举奖金 也能共同建构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好选举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谢谢